1,2,3,4,马拉庚家庭 欢迎来到大马热话 高妈妈,今天我们大马热话 讲些什么题目 其实在马来西亚这里 久不久都会见到新闻说 某些地区发生水灾 前段才有 就令我们想起 其实在香港 有没有水灾呢 那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 不知道各位朋友知不知道 香港如果是水灾的话 应该没有马来西亚那么严重 因为如果我们在当地新闻也看到 水是可以淹没架车 甚至是在屋顶 没错 而且情况好像都很常会发生的 可能在某些地区是特别常会发生这个水灾 可能当有一天下很大雨 又或者如果连续几天都下雨的话 就会听到水灾的新闻 是 而这种水灾呢 在香港其实就是非常罕见 嗯 是啊 我们也有翻查一下资料 嗯 那我发觉呢 其实呢 近这几十年 二三十年 是的 都没有什么水灾了 如果真的要数 发生很严重的水灾 即是造成人命的伤亡 都已经是去到1972年的时候 1972年 有个是比较严重的 在香港观塘那边 是 有严重的水灾 百多人来难 嗯 之后都有的 也有一些零星的水灾 即是会有人会是伤亡的个案 但是呢 即是相比在马来西亚的水灾呢 其实也很不同 嗯 因为呢 即是大家看到呢 在马来西亚这边呢 的水灾是直接浸到是没顶 那些车会没顶 嗯 但是在香港呢 即是刚才就算说的 就是很多人伤亡的一些水灾呢 其实主要原因呢 都是因为山泥傾射 嗯 嗯 没错啊 那这个情况有点不同 对吧 嗯 因为呢 其实呢 在香港呢 即是我想在我们出生之后呢 其实都没有 即是我们自己都没有经历过有水灾这件事 即是我们讲的 水浸啊 水浸呢 其实有时候都是可能是浸到小腿啊 是 即是不会是很高的 而且我想在香港呢 那个的渠墓或者水利呢 其实是做得挺好的 嗯 所以通常会有浸那种水浸的情况呢 其实都是在某些地区 嗯 例如香港最常会听到有水浸报告的水浸呢 都会是在大澳 接获8宗水浸报告 其中大澳的水浸情况最严重 大雨加上海水浸灌 水深一度达到2米的 有居民要入住临时庇护中心 那即是都不是我们平时市区的地方来的 那里是比较低洼一点 所以通常逢遍 例如打风下雨 或者是很劲的暴雨 都会新闻做报道大澳的居民 就会立刻有记者去到大澳那里 看看那里的商户住的人 是怎样去做防水灾的措施 对啊 怎样把家具拿起 拿上二楼那些 我记得有一次也有拍过 那次好像打风之后又是水浸 拍到家具浮在水里 是啊 直接冲了出来 是啊 不少岛居民的住所都被水浸过 即使到早上还未退却 居民忙于清理 但是也不会去到抹顶的位置 是啊 是啊 那又未去到这么夸张 所以在我们的认知里面真的没有事过 是啊 是啊 所以我想这个和马来西亚的情况就很不同 而相亡的原因 其实通常在香港来说 就是因为沙泥 那沙泥傾瀉的话 就导致到可能有些 那沙泥傾瀉也被抹了 所以就会引起人命的伤亡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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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说了 香港因为很少有类似的水灾 所以其实相对来说 香港人对水或者对暴雨的危机意识 其实不是很强的 是啊 是啊 我们反而是 很多时候都 怎么说呢 我们个人好像没有什么危机意识 反而放松一点 就是我们反而是很 concern 明天要不要上班 那样 因为我们在香港 其实虽然我们没有试过 水浸很严重 那样 但其实我们都 依然是会有大雨 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些暴雨的级别 是 那就分了黄 红 和黑 如果是黑雨的话 那就不用上学 那样 如果下很大雨的时候 有时候大家就会 就会讨论 通常在WhatsApp 或者社交的群组 那里就会讨论 就是 为什么还不转黑雨 我全身濕了 是啊 是啊 这个我们很常会讨论的东西 但是就很少听 人家就说 我浸了 或者 这一类就真的很少听 是啊 因为我想始终 在市区生活的 香港的朋友 其实很少真的好像 会去到 马来西亚这边 会浸得很厉害 或者影响到交通 或者是 可能只会是想 下雨 或者是 刚才说的黑色暴雨警告 或者是 台风打得很厉害的时候 我需要不需要上班呢 或者小朋友需要不需要读书呢 就是 上学校上課呢 反而是 这个层面 就不是说 我的生命会不会受威胁啊 如果是想生命会不会受威胁 通常就是住 例如尼岛 低蛙地区 或者是 比较乡郊的地方 因为在香港呢 虽然都是城市化 比例都很高 但是呢 都还有一些农地的 所以呢 就是 一些本地的农民 都会很 很留意 就是譬如下大雨 都会影响他们的农作物 都会浸死 所以呢 都听过一些新闻 就是他们会担心菜会失收 農作物的失收 但是如果一般我们这些住在 都市人 是的 都市里面 其实通常都是讨论就是 明天要不要上学啊 明天会不会 黑雨呢 如何上班或者上学呢 譬如 咦 身会濕透 是不是要多带衣服啊 多带鞋啊 是的 或者有些更极端的 就是网上集气 就是希望台风 不要那么快走 当然这个想法 是有些奇怪的 就是 可能对其他国家来说 这些是天灾 最好就远离它 或者是 不要发生 水灾天灾 也比较想要 但是在香港的情况 就有时候是反过来的 就是 希望风不要那么快走 希望雨大一点 那我就不用上班 不用上学 就是会有这种的心态 有时候在网上 就会看到 这样的集气的post 或者在台风比较劲的 下雨劲的时候 就反而会有些人 出去海边那里 去感受一下台风的威力 体浪 那新闻又会报导 有些台风爱好者 又出来感受一下 今次的台风的威力 站都站不稳 不过他们就很兴奋 那就是 是特别的 我相信都有经历 但是声明大家 千万不要这样做 真的很危险 因为之前是试过新闻 就是 因为消防员那些要去救人 结果是他自己 救到一个人 但是他自己 就没有了一条命 因为救人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去增加别人的负担 所以 但是 的确 都是会有不少的人 就会去看 就是 我记得 就是 那次我们之前也有 讲过 九号风球的时候 是吧 就是 很大风 还有 那些水位都上涨得很重要 有些人都会出去去看浪 去到海旁那里 看看水位有多高 是啊 甚至乎是有人会去游水 我想这些都是太过危险 所以也都看到他们的危机意识 真的不太好 因为危机意识是比较弱 可能因为香港实在太少天灾 或者是水灾 特别这次我们讲 还有就是可能 就是 压力真的很大 有时就是 就是 为什么大家会集气 希望那些风球 希望那些水 下雨更加劲一点 就是因为其实不想上班 就是大家都觉得上班很累 都需要休息一下 那样 那就 会有这样的情况 嗯 那有些家庭 也很开心的 就是下雨 或者是 不用上班 上学 那就一家大小在家打风送 是吧 是啊 我们以前的家是有传统的 那就是当我 就是我和我弟弟 不用上班 就是还是学生的时候 小时候 那我们是 一打风就很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爸爸妈妈就会带我们去喝茶 是 因为呢 以前我们小时候 八号风球那些 就不是很多餐厅会开的 通常都关门的 嗯 那就只有酒楼 就多数会开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凡亲呢 打风的话 当天呢 第一个节目呢 早上起床呢 就是去喝茶的 是的 那当然现在就不是了 现在很多你叫 就是你叫外卖 都可以有人送到来 那跟着呢 我们呢 也会呢 跟着呢 喝完茶了 回家呢 那因为是额外的假期 所以是没有功课的 那就可以玩一下 那些棋啊 是 是 打麻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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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然后呢 晚上呢 就吃打风菜了 那大家知不知道打风菜有些什么呢 那通常呢 都是罐头的 是啦 那因为是 通常呢 将家里的储备的粮食 拿出来的嘛 所以呢 我们其实都是有点期待的 因为通常呢 那时候呢 才会吃到这个五餐肉 是 就是平时比较少吃 不是三点月 哈哈 不要吃那么多 我才会打风菜 这个叫做 ok ok 那这个可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香港特有的情况 因为香港是台风比较多 那去到夏天呢 那通常就会有这些情况 那所以就是 大家有时候 那些学生时期 就会很期待 哎 不用上学啊 那这样就整天都朝早 看看 究竟会不会 就是有一个提示 就是朝早呢 就会立刻听声音机 看电视 教育局宣布 宣布 今天停科 全日 学校今天停科 立刻开party 是呀 是呀 其实上班族都会 是 因为如果是8号风头 或异常的话 那其实呢 我们是不用上班的 是啦 所以呢 所以呢 大家通常呢 如果譬如知道打风了 那样 就会研究那风暴路径啦 那譬如有些可能是 会看天文台啦 有些的朋友呢 是会自己当起这个 这个业余的天文台台长呢 就会分析一下 风暴的路径啦 它的风铃啦 那样的 那大家就去讨论啦 究竟明天 几点才会下球呢 就是不会再挂风球呢 那这样 研究一下自己 究竟是可以有半日的假 还是有全日的假啦 是 因为呢 上班和上学是有点不同的 因为上学呢 通常是全日会停课的 就是如果是全日制学校 但是上班通常 可能下了波 或者是没有那么厉害的雷雨等等 两个小时之后 你要上班的嘛 有些是公司的政策 会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心态上是会不同的 就是读书的时候 我又很有印象啦 是啊是啊 这个是 所以在香港是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景况 这个不是叫少汉暴空的人生态吗 可能是 哈哈哈哈 还有呢 我觉得呢 在这里呢 即是他们虽然没有台风打啦 即是大马 但是呢 水浸的情况呢 很严重 还有呢 就算我发现呢 即使水浸不是很严重呢 可能都会试过是 譬如马路那些交通灯会失灵啦 是 我试过呢 每天可能车小朋友上学的必经之路呢 有一个位呢 即是明明都不是很大雨 可能昨晚下过一下雨呢 但是在第二天呢 也都一定会是水浸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路不是很便宜 可能有些是低了下去 所以就有个水蛙 是 然后呢 还有它的交通灯呢 通常就会浸坏了 就会不穿的 是 一浸坏了就变了一些实车 是啊 那就会惊险一点 因为那是一个十字路口 是 是 那就变了又要 你也知道 是吧 大马各各都开车的嘛 那就是变了好像有点危险 那我不知道这件事 是不是很普遍的呢 就是 因为如果是这样 可能交通灯那些 都会很容易坏 因为如果一浸就坏 一浸就坏 是的 可能不知道会不会引发停电 那些 是 因为这个情况在香港是不常见的 嗯 如果你说交通灯坏呢 因为水灾或者台风的缘故 其实都 很少 真的很少 但是我看到其实呢 你说是不是大马这里去水不行呢 但是我看到它平时在街边 其实都有很多渠位 就是整个洞的 就是我相信如果要流进去 应该是非常之快的 所以我就不太明白 为什么常常都会水浸的呢 就是 就是究竟是它很塞 因为我们其实在香港呢 就是我们都会有很多坑渠啊 就是那些水可以流走啊 是 还有政府也都会出一些宣传片 就叫大家 就是千万不要丢垃圾 令到它淤塞啊 是 那我们都会 经常都会见到有人 清洁那个坑渠 是 就是打开一个渠盖 跟着就 就是滑在里面有没有垃圾啊 就是不走 那就确保它是 是 是很 暢通的 那是不是 因为这边少呢 那我也不肯定啊 但是我看到 但是如果它 它们说去水 差 但是我又看到它周围的路口 其实都有很多个洞 有很多洞 那些水 是 那些网友清楚的 或者知道情况 又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给我们又认识多些 嗯 是啊 那我们呢 那分享到这里了 那不知道大家呢 对于 就是 香港他们的 情况是怎么样呢 有没有多一份的认识呢 那希望下次呢 我们可以再和大家分享 另一个主题 对 特别这里都 希望 受灾的居民 都可以 快点看房 重建家园 知道都不容易的 但是在这里都 集气 希望呢 大家可以 走日回归正常的生活 受灾居民 好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喜欢我们马拉高family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啦 多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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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